老板 这有辞职报告 我不干了 为什么不干了呀 你是咱们公司的销灌 业绩就这么好 公司的待遇也不低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老板 你也知道我是销灌 我天天在那边风里来雨里去的跑业务 咱们公司考勤部那个小张 天天追着我 卡我的时间 还让我按时上下班什么的 哪有这样的公司啊 你先不要着急啊 消消火 一会儿我给那个考勤部的小张打个招呼 这样呢 能宽容就宽容一点 你呢 咱们公司的制度要遵守一下 能忍忍就忍忍 行吗 老板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告诉你 我也就是看了你的面子 拜拜 丽丽 主管 这个是你的考勤 你给签个字 什么玩意儿 你的考勤 我的考勤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还是让我签考勤啊 我可是公司的销管 真是的 没有我 公司这里 这些 你们这些阿妈阿狗 整天坐在办公室的 工资谁发的 知道吗 每个月的奖金没有我 你们能领的吗 主管 这是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 你遵守一下 什么破规章制度 你去问问老板 老板都不敢问我 你算是哪个 滚蛋 晚上多叫几个 主管 你的饭来了 还是乐不得 你吃了吃 什么玩意儿这是 是食堂的饭吗 这玩意儿狗都不吃 真是的 你来的是吧 来来来 过来过来 交代你个事情 你不是那个 清华什么日化系列的是吧 对 正好 但这有个方案 不说明天这个老板八点就要要 你今天晚上 不管是加巴尖点 不吃不喝也好 早上给我做出来 六点之前交给我 主管 你给我十八个方案 我都熬了二十多个通宵了 我能不能休息一下呀 那些不重要 这个才重要 明天就交给我这就行了 还有 我告诉你啊 做完之后 签名这个地方 你不要签 留着 等会我签我的名字 知道没有 听到了 大点声 那那那那我下去了 承认坐啊 出了错 吃不了兜着走 老板 这是这个月的考勤 你看一下 哦 哦 好 可以了 老板 我有个事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什么事说 就是咱们那个公司那个销罐 嗯 那个主管啊 他平时啊 就嚣张跋扈的 那也就算了 嗯 但是我最近发现啊 有好多这个方案 都不是他做的 还有这样的事 对 都据我所知 可能就是那个 新来的那个员工 他做的 哦 你这样 你把那个销罐 还有那个新来的 一块叫到我办公室来 哦 行 老板这个事你一定得查清楚 哦 好的 不然的话 那新员工都寒心了 嗯 是的 那我去叫他们 行 你去吧 等会见了老板 别吓得 啊 老板 啊 你来了 嗯 是这样的啊 啊 就是那个 造粉的那个方案 嗯 不是是你做的吗 对啊 一上市咱们都大爆 大爆 给咱们公司创造了很大的利益 哦 哦 经过公司董事会决定的 给这个做方案的人呢 哦 50万奖金 那谢谢老板了 先别着急 嗯 钱先不要着急 前两天我不是没在吗 这个 咱们这个造粉的细节和卖点 还有的爆点 我还不太清楚 你这样 既然是你做的 你再给我细节讲一下 当主管 这个方案到底是谁做的呀 我做的 老板 你不瞎吧 那不是签了我的名吗 签了你的名 你还不说实话 产品讲的乱七八糟 这还是你做的 到底谁做的 哎 你知道了 他做的 他做的 嗯 你作为一个公司的主管 他做的 你占为 把他的功劳占为己有 你于心何忍啊 不是老板 他可是我带出来的 我让他做的 你当他做的 你怎么讲成这样 讲的乱七八糟 还是你做的 啊 我带出来 你带出来的 你就可以把他功劳占 为你自己有嘛 你知道他家里多困难的吗 从农村养一个大学生 是多么不容易 啊 你也是从农村出来的 对不对 哎 老板 嗯 我跟你这么多年了 是不是 哎 你他 农村过来的 要那么多钱干嘛呢 那你就在这 你就要那么多钱 干什么呀 他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 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啊 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你却让他去 干什么呀 跟你端查送水 大学生现在一抓一大把 我现在都能照着 还要遵用 啊 我告诉你 于你的所作所为 现在你的人品 已经不适合在公司待了 你现在被开除了 老板 你为了他开除我 对 你先回去学会 一撇一拉的那个人字 怎么做 你再回来做事 我这还不想干了呢 外面那么多 出去 老板 来 你上来 老板 谢谢你为我做主 没事的 你看 我们公司出现这样的事 又让你扫地 说实话 是我这个做老板的 失职 跟你说声对不起 没有老板 现在呢 这个主管 也让我给开除了 这个位置呢 就由于来做 我都会在哪里 像大伙子 我都会在哪里